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他建造的芙蓉堂当中 可以见到不少在当时 可谓是相当先进的电气化设备 在当时草屯的乡间建设起来 更显难得 这个芙蓉堂里面 我们所谓可以看到的 就是很多很多科学的证据 房子大 所以我阿公洪德忠 就用了一个电铃 然后用电磁铁的一种观念 就是这样子再按下去 每一个人给你一个记号 常常好像摩斯的那种记号一样 所以按下去的时候 就知道在叫谁 《风水之说》 一向是芙蓉堂里流传的故事 但实际上在整个三合院前前后后 的确可以窥探出一二 我们知道中国人 盖房子非常重视这个风水 当然这个风水也不是说 全部是迷信 它这个院门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蒙辣 只向着东南 那这东南呢 是在这个 有所谓的这个滩南 属于大吉的这个方位 而且它这个水池啊 我们一般也说风水池 它的造型呢 有点像这个弯月形 我们有人说是半月形 那这个水又代表柴 那于是呢 它这个放在东南边啊 跟这个院门的前面啊 是一个很特别的 在台湾 在我们本岛呢 在传统建筑是非常罕见的 接下来就请韩光泛老师 一一为大家细说芙蓉堂当中的特色 与其中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两道墙 好像一双翅膀 向外张开 我们看看这个龙山寺 鹿港龙山寺呢 前面也有这个 所谓的八字的翼墙 就像这个翅膀一样 那这个可以让 向外有一种开展的感觉 如果我们又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它这个柴气啊 扶气啊 可以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漏斗状呢 就流到这个主人的这个家里面 那我们现在把它推开 哎呀原来别有洞天 这个是一种安全的措施 因为当在这个 当时啊 虽然这个治安很好呢 难免呢 总是要考虑 往夜间的时候的进出 如果大门锁上了 那家人或者是小孩子呢 往回来了 就可以从这边进出 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考量 来到了芙蓉堂的内城 一眼就可以看到 正深门上风雅的字体 以及雕工美丽的六扇门 与梁柱 其中这里也有很精彩的典故 以及小故事哦 大厅的这六扇门呢 我们通常说它三观六扇 它由六片门组成 那在这个修复期间呢 初期的时候 因为没有注意这个安全呢 也曾经召窃 几近地方这个热心人士呢 四方查询呢 在遥远的这个桃园陷境内呢 找到了这批珍贵的这个六扇门 把它追回 那这个柱头上面呢 这个原来呢 一般我们传统上都是用一个方斗啦 或是桃花眼的这样子的一个斗啊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确实一个很特别的 是一种南瓜形状的 在视觉上 或是在精神上呢 也觉得有一种幸福和圆满的感觉 那在窗子下面呢 这个瓷砖呢 很完整的保持了三种图案 我们也看到了一帆风顺啦 这个花开富贵啦 也看到了这个喜上眉梢啦 但是很有趣的是 这个喜上眉梢呢 似乎贴返啦 啊 我们看到这个鸟是倒着飞的 好像是战斗机啊 在做特技表演 另外芙蓉堂 与一般敏式传统的穿斗式建筑不同之处 除了正中央的柱子 是用红砖来取代木柱之外 房屋的室内隔间方面 仍是用竹编泥墙作为隔间 但不论是正厅或是厢房上方 都铺有天花板 这些都是异于传统南方的建筑表现手法 这个隔间墙很特别 就是柱子是这个砖器的 再上来呢 是这个人家说 比较豆也就是竹编 夹泥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里面是竹子啦 编起来 再用泥巴啦 把敷上去 外面再抹白灰 再上去呢 是穿斗式的 可是呢 上面却是透空的 在屋顶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玻璃的采光罩 对这间房子呢 也有很好的这个采光的效果 来到正身旁靠近厨房的房间 抬起头来 居然发现靠近屋顶之处 有一扇小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当年 它在盖的时候呢 留下来的 这个有这种所谓的 防御啦 逃生啦 隐蔽啦 这样子的功能 结果在228那个事件 那个当下呢 这洪德宗的第三个儿子啊 叫洪迅瑶 他当时是台中州的 卫生院的院长 那在当时有一个紧急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躲在这个 从这个小门进去啊 躲在这个 这个炎廊的这个天花板上 所谓的这个暗道呢 大概躲了有十天之久 然后换了地方 又到这个西湖那边的乡下 听说这十天的期间啊 家人大概一般都不知道 小孩啦 用人啊 都不知道里面躲着人 可见当时情况是非常的紧急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一遍呢 也可以了解一下 当年呢 这个宅子呢 人呢 物啦 以及当时时代背景 有一点这个印证 另外难得一见的是正堂屋后眼角造型 这是由泉州匠师所特有风格的 风吹嘴屋角眼板工法 由于闽台一带多台风 其屋角眼翼为阳 如船首迎风霍浪之势 可减轻风压 并可发挥稳定屋顶出炎的作用 而屋顶上的减黏 曲线柔和 色彩鲜利 《瓦美优雅》 是近代古厕民居屋寇中少见的作品 说到这些 彭泰鲜大哥又忍不住诉说起当时的故事 那因为你现在看到这上面的那个彩 简连啊 它都是两只两只 应该是三娘开胎啦 或者是一名金人 一只鸡 它都是两只两只两只 全部都是两只 我们也是请到那个 台湾那个文件会国宝级的 叶靖路 台南的叶靖路先生 他来做的 那是国宝级 政府又帮他出书的 那他做完了这个 就是他的绝笔 这个风刀之作啦 因为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他不想再爬高了 芙蓉堂的外观 虽然是中国式的三合院 但是室内装饰 以及设备上 有诸多式仿造洋式建筑的手法 除了刚才介绍到的红砖 洗石子 贴瓷砖 室内木格天花板之外 电线的预留孔 呼叫用的电铃等 中西合并的特色 总是让来访的游客 或专家学者 一再惊叹 芙蓉堂值得细细品味之处 不在其八十年的资格 而是其中所保留下来的用心 与传统建筑之美 庭园中的桂花束 与正厅堂上的蝙蝠巫室 看似无关联 却隐含着四福四贵的祝福之意 这些隐含在建筑背后的巧思 就是值得法客 来此细细观察与欣赏之处 我想大概是日本的影响还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墙壁 你看它都会用几何图形 这样子把它勾勒起来 几何图形的话 你就有一点立体感 或者说它在颜色 正正殿的那种颜色 它会用很简单的黄线 绿线 是当年到现在都没有变 芙蓉堂修复后的风华 除了呈现传统建筑的真与美之外 更是保留了一处 如此清静到让一般民众可以好好欣赏 并且体会对照中西合并的建筑之美 芙蓉堂不再只是闲置的古宅 它也可以转变成为复古又时尚的展场 想知道如何在芙蓉堂 享受午后悠闲时光 亲身体会传说八十年历史的香味吗 校团的介绍告诉您